我想郭台铭如果看到韩国瑜的声望 持续像溜滑梯一样的下滑 任何人都不会愿意跟失败者在一起 其实郭台铭可以看韩国瑜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化 他自己也要给自己上一课 我常常想我们在座几乎每一个人 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都曾经目睹过 也不过就在八个月前韩国瑜所吹起的旋风 八个月之后我们现在竟然讨论一个已经沉定案的 韩国瑜是不是要被换掉 宋朝有个词人非常有名的词人叫兴契局 他写了一首词叫永遇乐 你看像不像韩国瑜 郭台铭就可以把这些词当做一个参考 想当年金歌铁马弃吞万里如虎 很多人当年是金歌铁马弃吞万里如虎 韩国瑜就是如此 原家草草风狼居蓄赢得仓皇北顾 等到他讲的是刘一龙 他想去选总统的时候 就想去打京城的时候 吓得恋无吐色 原家草草风狼居蓄赢得仓皇北顾 结论是评随问连颇老矣 上人犯佛 真想问一问 韩国瑜你的老招还用得完吗 你还是用那些曾经一而再再而三讲过的 可能是谎话 可能是空话 可能是大话 可能是假话 像我说的 被别人骗第一次可以叫天真 叫可爱 被骗第二次坦白讲 那就是白痴 你就活该了 郭台铭 你如果看到韩国瑜曾经从天王巨星 变成今天脸颇牢蚁 上人犯佛的时候 你应该记得你的优势在哪里 你的缺点在哪里 在现在你扭扭捏捏失去 学会所说的那个霸气的时候 坦白讲韩国瑜 你就变成韩国瑜第二 今天所有人对你郭台铭的指望是什么 对小一不会有太多的期望 尤其中间选民 为什么 你执政过四年了 我知道你做什么了 对韩国瑜不会有太多的期望 你执政八个月非常清楚 你没有本事 今天郭台铭给大家最大的期望 我们刚才提到了 台湾什么都不缺 什么都缺 最多的是文字建设绝不缺 从南到北 从南到绿的执政县市里面 你看看多少文字馆 花政府的钱 大家绝不手软 台湾今天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马上就要选举 又行李又碰到 你今天去花钱买票 被抓到 怎么样 要坐牢 你花政府钱的买票 叫德政 这个给你五千 这个给你八千 明年旅游计划再补贴二十亿 花政府钱买票 叫做德政 花自己钱的买票叫汇学 你郭台铭今天唯一的优势就是 我说过 你不是商人 你不是好人 也不是坏人 是一个商人 你怎么告诉大家 什么钱瞻计划 什么五年五千亿八年八千亿 全部检释一遍之后 我可以省下了三千亿 然后这就是未来 六岁以下国家养的财源 我告诉你这些文字建设 我以后不会再用 我哪一些经费 今年花了一兆三千亿 我未来可以省下多少钱 这就是未来军公教 万一你们这些中阶的认为 政府对你们不公平 我可以帮你补回来一层 补回来两层 郭台铭的优势在于 他是一个红海帝国的老板 他每一个企业都必须要斤斤计较 你必须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 你要告诉大家 我当选之后 我绝对不会把我的亲戚 把我的表妹 把我的表哥 送到国营事业当董事 然后送到国营事业当董事 我会让每一个国营事业 就跟我在我的企业用人一样 你赚不到钱 你就要滚回家 不可能有肥猫 郭台铭的优势在于过期的经历 在于人家对你的想象 如果今天你永远摆在那边 让大家猜前进后退 左顾右盼 韩国瑜就是你前面的一个镜子 想当年金戈铁马 也送给郭台铭 不要到最后 凭谁问连颇牢矣 丧人犯斧 一而再再而衰 三而结的结果 就算你出来 人家也觉得你腻了 所以我觉得人家对郭台铭 唯一的优势就是 因为你没有执政过 和你的经历 可以让今天财政赤字 不断扩大 让这些文字建设 不断增加的蓝绿两党执政里面 你不断执政策